大家好,今天作为中文学校的专家讲座系列的一部分 我们很荣幸地请到谭晓波教授 谭晓波教授在清华大学拿的学士和硕士学位 然后在马里兰大学拿的博士学位 他现在在MSU的电器与计算机工程系当教授 今天他会给大家讲他做的华翔机器语 大家请鼓掌欢迎谭晓波教授 好,首先我祝大家新年好 新年好 然后呢,我今天会出好的题啊 第一个题是给小飞们出的 今年是什么年 老年 去年是什么年 前年是什么年 猴 那明年是什么年 猪 哎呀,小朋友回来,哪一年是 余年 没有 没有 那个我们中国的十二生肖一共有多少个动物 十二 那哪一种动物 多少动物是假的 多少动物是真的 就是说有的是神话故事出来的 不是真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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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猫 好,非常好 那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是这个 呃,讲这个鱼啊 经常就是说有人会问我就是 呃,你们是怎么想起来做这个机器鱼的 那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刚刚是为什么会做这个 呃,刚刚是来的时候呢,来到MSU呢是2004年,当时可能 我们这儿好多小朋友,大部分小朋友还没有出生啊 那个 我在做一个就是一种东西叫制成材料 呃,制成材料呢,这个 这个特别制成材料呢叫人造肌肉 为什么叫人造肌肉呢 就是现在就是看到很普通的一个一个材料 大家可以其实可以传一下 最后能够传回来就好了啊 啊,你会看到这个呢是一个很软的一个它是叫一种高分子材料 啊,其实是像就像就像就像rober band 但外面两层呢是叫电极 呃,是这个这个这个是白晶,就是platinum ok,所以你如果看到我如果这个放这个视频的话 就是这个夹在一个夹子上了以后它就可以动起来 就夹在电药以后它就会动起来 所以就像我们人的肌肉 这个呃,你的电子信号大脑电子信号传过来以后 你可以动起来,对吧 那可以这个可以动以后呢 你可以想到可以做很多有用的东西 当时我们就想那能不能做一个呃,比较形象的一个东西 这样小朋友们什么可以理解啊 这个有些东西是是这么这个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或者他们觉得很可能会觉得对这些科技什么比较有兴趣 所以想完想去想半天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来拿这个东西来做一个呃,机器体的尾巴 那当时呢就是说也不是我们研究生做的 是啊,主要是初中生 和高中生,还有可能一两个呃,呃,本科生 他们做来做去以后呢,就做出了呃,呃,这个东西 啊,这个东西呢是,是个什么? 是一个 是一个 我们在复活节的鸡蛋壳里面装了一个遥控电子的,就是遥控车接收的电路,然后呢,后面就是这个尾巴,那我们看看是不是可以工作呢? 所以,这就是第一步,后来呢,我们又做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不同的版本,这个也是比较早的一个,但是你看看它游的就比较顺了 机器鱼,robotic fish 其实我们不是第一个做的,其实在可能在1990年到2000年的时候,在MIT他们其实是第一个做的比较出色的,做了一个叫robotic tuna 然后呢,后来现在在各个国家,其实在英国,美国,一些公司什么都在做,我们是从那个以后就开始做,大概现在到现在已经差不多10年 但是我们的主要有个相当于跟他们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想把这个东西用到实际应用中,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主要是水下的环境监测 就看到水下就是说,拿这个去探测水下的环境 你看所有的这些,我们都是在一些无理什么的做一些测试 所以主要的想法就是说,可以放一些传感器或者sensors 那么,这个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要做环境监测的话,这不是说,你放下去一会就好了,对吧?一个小时,两小时 你会希望,你希望他那个,在那能够工作很长时间,比如说,几天或者几个礼拜 那电池是不行的,但所有这些东西的话,它是因为它有游动 有动物,它需要靠电池,有的人有玩具的那个车呀,玩具的其他的一些机器鱼,也有机器鱼什么的 但是它这个需要电池的驱动,否则的话,它的马达,它就没法转,对吧? 那这样的话,就是限制到它的,限制到它的使用时间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今天回到今天这个主要的主题 就是,呃,后来我们就,就是我们就提出了这个叫gliding robotic fish 叫滑翔积蓄鱼,滑翔积蓄鱼,那它这个灵感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是叫一个东西叫underwater glider,水下滑翔积,underwater glider 那这个你们看到这里是很大的,对吧?它们,它这个是,呃,放到水里以后呢,它可以通过一种滑翔运动 来实现自己的,这个,这个,这个,呃,滑翔来实现自己的运动 这样,这个能量就会消耗就比较低 嗯,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一个,我们的,我待会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原因 那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第一代的,这个,呃,gliding robotic fish 的,我们叫prototype 圆形 呃,这里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尾巴 这个尾巴呢,可以游动,所以它是为什么它是一个机器鱼 然后呢,你看呢,还有什么? 还有winds,或翅膀,是吧? 所以呢,这个是用来,它可以起到一个滑翔的程度 那我可以,我可以解释一下 所以呢,我们这个,呃,这个想法呢,就是说能够,这个,如果是鱼的话呢,它游动的时候比较灵活 在水里的话,你可以,可以转歪呀,或者是快速的启动啊,或者比较灵活 那通过这个滑翔呢,可以实现,这个,呃,它的,它的能量比较,能耗比较低 所以这样我们,呃,希望能够能够实验长时间的,在水下的工作 呃,有的人,可能大家已经有听到这个,我们就把它叫grace grace呢,叫gliding robot ace,对吧,gliding robot ace 那经常有人说,这个ace是什么,啊,有没有人知道ace是什么 ace就是a,ace,啊,就是我们扑克牌那个,像ace,表示这个是比较好的 然后,所以呢,就加起来,就是为什么 啊,所以这个东西,后来我放到这个YouTube上以后,好多人就提了好多评论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如果这个是一个,if this is the fish,then I am a table 就是说,这个是,他们觉得这个是,其实跟这个鱼子,呃,很不像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段视频 顺便呢,我就解释一下这个,呃,这个原理 这个原理呢,是,就这样子,就是说,你在,这个就是我们的低达grace 现在你看到一些那个声音,是我们在一个里头的一些那个motor 把这个水呢,放进去了,就打,把水呢,呃,推进去,这样它就比这个水重 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叫linear actuated 一个线性的这个,像一个一个,一个电机,把它,把它比较一个,比较一个重的东西 往前面推,这样的这个,进去,给它就投上下垂 那刚刚往下走的时候呢,你发现它其实是往,不是往下,直接像这个东西,如果drop 对吧,它其实是往前走的,那后来呢,到,到下面以后,你可以把它相当于反过来 你把这个水呢,再抬出去,它就比较轻,它就往上浮 浮的时候,如果你再把它的重心往后面推的话,它就往上,这样呢,就可以自己往上走 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它如果结束了这个,中间的转移的这个,呃,这个转换的过程的话 它下面就完全是靠浮力,往上走,是吧 就是一个是重力,往下走的,往下走的是靠重力,往上走的是靠浮力 所以它这个,呃,是,呃,就是说,理论上是比较,我说是理论上,理论上是比较低的 呃,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意,我知道最后还有一个提款环境 但是中间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举手 呃,如果我,我做了一个,相当于一个演示,这个演示呢,花了我一分钱 啊,这是一分钱,啊,是我们在红毅的,在 Golfish的那个,reporting card 那这个演示是表表表表表现什么呢? 就是说,我如果把这么一张纸往下扔的话 它会怎么样?这,这边有一分钱的硬币 你们可以先估计一下,这个,它会直接像,像,掉在这儿吗? 还是,到那边去,还是到那边去,那边去 刚才有两个手机在那儿,这两个人,你们俩就不能回答问题啊 啊,后面有一个,老师 哦,不是,不是啊,有没有人猜猜,可能就不是很多,对不对? 好,往那边走是吧,那我们看一眼啊 就往那边,对吧,那这个就是,它这个看上去是很简单的一个实验 那它表现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这样,因为它比较重 肯定它,我们知道这东西比空气要重,所以它会往下掉 但往下掉的时候,它为什么没有直接的往地下掉呢? 往这个正方向掉呢?而是往那边掉呢? 因为我往这边加了个硬币,所以呢,它其实往下掉的时候,它是这样的 那这样往下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空气动力学里头 有一个,一个术语叫lift,lift就是说,叫伸的力,举的力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你们坐飞机那个airplane的原理,对吧? 飞机往前飞的时候,为什么它就可以飘起来,这样可以起飞 它是因为它那个翅膀,它翅膀实际上形成了,自然而然有一种这样的一个 当然是因为飞机的时候,其实往上走的是这样 它自然而然有一种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当它往前面走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力把它给举起来 那这儿的话,当然就是不是往上举,对吧? 它往下掉的时候,虽然是往下这么走 但是呢,因为这个翅膀,所以它有一个力呢,是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就把它推上,往这个面走 那我再问你们,如果我想要这个东西往你们那边去,应该怎么 我应该怎么放这张纸 花花同学你说一下 看看能不能到你们那儿啊 其实我从来没做过这个实验 这个好像 这个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对吧? 那这个原理如果明白了以后呢 你可以理解很多生活中其他的现象 那么有一种东西呢,叫翼装飞行 叫Winsuit Winsuit Winsuit 英文呢,他们有的时候叫Base Jump Base Jump